在同俱途啊,我们还是凡夫啊,因为这个,这个身件,这个贪嗔这些,都还是没有断了。 我们不是凡夫是什么呢? 可是随时凡夫,那就不得了了。 我们已经离开这个朔博世界啊,离开这个朔博世界的生死,了了。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凡神通俱途啊,那个凡神通俱途跟我们这个就不一样。 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这个凡夫啊,都是这个肉体啊,父母所生的肉体啊。 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凡神通俱途是,往上那是有莲,莲花啊,莲包啊。 莲包出生,我们身体是,我记错我们身体是个莲花啦。 在那个环境啊。 那个环境,那么我们是,这个经文里面有影响的。 我们眼所看的,耳所听的,一切一切接触,都是佛法。 我们,我们所接触的这个人,都是大菩萨。 这个就是说,虽然在凡神通俱途,上面那个所讲的那个,房变,犹豫图,施暴,装盐图。 这些的圣人啊,都在凡神通俱途,跟我们同时啊,在那里,相处。 你想想看,这个,这种凡神通俱途啊,十方世界的佛徒是没有的。 只有西方极乐世界,还有这个,啊,这种情形。 再给各位,这个研究这个第二个,叫不退。 这是第二个作用。 不退就是不退步啊,不退转啊。 我们在这个世间修佛,在我们这个苏果世界修佛啊,没有不退的。 啊,那么开始啊,修佛啊,很发心。 那么学校到后来呢,这个,就退转了。 或者环境的转变,或者这个,种种其他的因素,是它这个,转变了。 嗯,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就,一到那里,升到三分,就是这个最低的那个凡神通俱途,就不会退转了。 这个,这个,在我们这个世间要不退啊,要到什么程度才不退呢? 它这个有几个层次的。 比如说这个,这个念不退。 念是这个念头啊。 这个,这个念头不得这个境界最高。 你不去念在意。 去念就是,就是佛。 你这个念头就跟这个佛这个念头啊,完全一致的。 只念啊。 你说,我们自己可以体验出来啊,我明天到晚这个念头多少啊。 我们从早上这个,一起床的时候,这个念头就起来啊,就活动啊。 这个,早上一起来的话,这个念头想着这,想到那里。 啊。 啊。 那是,活动自己你想做,把它,把它定住在一个地方就很难啊。 他这个念不退就是说,这个念头,每一个念头,都是在这个,都跟佛的那个境界完全一致的。 嗯。 新新年年里啊,就是想着佛。 啊。 就体验,就想着这个佛的那个境界。 就是念不退。 念不退要到什么程度才是这样啊? 要破了无名,前处一部分发生出来。 那他才能够啊,到了这个,这个念不退。 有个原因是这个,参加说这个,这个,大车大悟,经过好几次的大死一番,大死一番啊。 大车大悟,最后还要正到这个,这个,呃,断了火。 他,还不,还不能够到来的。 真正要到了这个,这个,这个破除无名啊。 那,发生险露出来。 他才能够到来念不退啊。 。 那么,再呢,你的念不退进阶级第一点,就行不退。 行是什么呢? 这个,这个,这个建四火断了。 那么,成沙火也在那里,这个,开始在破除了。 那么,这个什么呢?这是,光断建四火还是不够啊? 光断建四火是个小城啊。 要,建四火断了以后啊,他发大行。 发大行要求学问。 这个学问包括佛家的这个大臣经理言。 世间的各种学问。 还有广泛的这学。 这叫做破除沉沙火。 那么他这个,到这种程度啊。 他是行不退。 行就是啊,行大臣菩萨道的。 行菩萨道啊,他不会退回来再修小城啊。 这个,行菩萨道啊,这种啊。 这种这个,他是不会再退转了。 这叫行不退。 再下讲,我也不退。 这个,这个,这个未不退啊。 就是说这个,不退,不退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代业王胜 我们这个三佛啊 没有断奸私活 没有断奸私活 我们这个活业苦啊 这个 这个善业恶业 很多很多啊 那么要是普通法门 这个就怎么能了生死呢 不能了生死 但是念佛法门 你只要念得很熟 熟命中了 这个依旧佛号不要放弃 就能当着佛号啊 王胜 王胜这个业还在啊 就是代业王胜 代业王胜 一王胜之后啊 就是这个 虽然还是凡夫啊 可是这个生死了了 就跟我们这个 苏波世界这个三佛就不同了 永远不会呀 再做三佛了 这叫做胃不退 想不退 普通人就是这三个不退 念不退 行不退 胃不退 但是在这里边呢 维族是特别加一种 加什么呢 加是逼径不退呀 这径呢 径是逼径呢 逼径就是到最 换句话说 念一句说 终究是不会退的 所以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 我们念佛总是希望能够成就 在这个当身就能成就 能够往生啊 假使说 他不是念佛的人 他随便 听了一句佛号 自己是有意无意地念一身佛 就凭他念这一身佛呀 不管时间多么长久 他将来呀 就凭这一句佛号啊 他能够得到这个利益 能够得到这个解脱 这叫逼进不退 这里呢 这个祖师啊 举一个公案在这里 这公案我想 在座的老同修啊 就知道的了 那么一部方在这里 举出这个证明 这个逼进不退的重要性啊 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教的他们弟子啊 啥是要来出家的时候 必须要有善根 没有善根呢 出家这个不准出家 为什么呢 没有善根他出家的学佛 就都没有成就嘛 那么他说我就有一个老年人 他要求啊 要去出家 这就是谁呢 就进到那个舍利弗 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的那个大弟子了 这个佛的大弟子了 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一看啊呢 这个老年人呢 在八万节以来 在这个 从八万节到现在啊 这个老年人没有 没有中过善根 所以不准他出家 这个老年人一听说不准他出家 他就在那里哭起来 痛哭起来了 一哭起来 我就跟释迦牟尼佛指示到了 那么一就一就问啊 问释迦牟尼佛是什么回事 释迦牟尼佛就把这个事情 就报告了佛 佛说你叫那个老年人来 叫老年人来来看看 一看佛一看啊 就告诉释迦牟 可以可以读他出家 叫他修佛 那么释迦牟尼佛说是 佛你老年人家告诉我 是没有善根不可以啊 佛就说 你呀 你只看见他八万节以来啊 在八万节以前 这位老年人啊 那个时候啊 他在山上这个打柴啊 是个巧夫啊 在山上拿着一个巧夫 遇到一个猛虎 一个老虎来了 老虎当然是很害人的了 他就跑到树上 跑避 避到树上 那么然后等这个老虎走了 跑到树下 然后下树 下来之后啊 清算了一阵 是脱口而出 拥了一身佛 就拼了这一身佛 那是八万节以前的 到现在成熟了 他永远成熟了 可以能够修佛 能够有成就 那么有这个可以证实啊 一句佛号 念下去 他听进去 他毕竟是能够得到他的好处 一句佛号都有这么好处 你看我们修佛 我们修信徒 我们各位记得不记得 我们就这个 从修佛一来 我们念了多少佛了 那这个功德 大得不得了啊 普通说我们就是当生 能够解决生死问题 要不是佛号有这么大的功德 有这么大的力量 怎么能够帮我们 无始以来的这种生死 这大问题能够解决呢 就凭这个 那么这个作用讲过去了 我们现在就看 请各位看这个教相 教相是释迦牟尼佛 这一代的呀 所说的这个教啊 教化众生的这个教啊 那么教相在这里 普通的话 释迦牟尼佛又讲的 有小乘教 有大乘教 这里呢 这部经啊 不是小乘 是大乘 为什么呢 小乘的这个根基的 修道的人呢 他听不到 他方世界的这个佛 他方世界的那些事情 只是听到这个 苏波世界 这个是界内的 是这个世界以内的 但是这部件是 叫十万亿佛屠以外的 一方极乐世界 所以这是大乘的 根基的众生 才能学到 这个教相是大乘菩萨法 再讲这个远顿 远顿 这部件讲的是远顿法门 什么是远顿法门呢 这又得要讲一点 那个华丁释前解释一下 现在从 把这个 释迦牟尼佛 这一代 讲的这个教啊 分成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教法 教化终身的方法 教化终身方法呢 这个 这个 藏呢 藏就是我们叫三藏 十二部这个藏啊 这个藏教啊 是小臣的那个 三藏教 小臣就是说这个 这个 欧汉经啊 小臣的律啊 小臣的这个 这个论啊 这叫藏教 那么 那么 比藏教要高一点 叫通教 通是 他这个 学的人啊 他这个 一方面 可以 跟这个藏教 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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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呢 他可以啊 比更高一点 可以接受更高一点 然后这个大臣法 大臣法门 叫天后 就是通的 就叫通教 通教里面 包含有小臣的教法 也可以通到大臣教法 再来就是 别教 别就是说 他 纯粹是大臣法 那么他有分别的 他跟后面最后最高 这个圆教 有所分别的 不同的 这叫别教 那么第一次 这种圆教 什么呢 圆教 是圆融的了 圆融一体的 他无论是 学哪一个法 释迦牟尼佛 讲这么一个法 在他一句 就是个圆的 圆教 那么 这个顿呢 顿是 这个 释迦牟尼佛 叫这个 叫这个 仪式 天台讲这个 有画法 画一啊 画是教化了 教化的方法呢 有 葬痛结缘 这个四种 教化的 一式 叫画一 画一的一式啊 也有四种 四种呢 一个是 针 针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法门呢 这个 一次就 讲出来 就是一个大法 一个是华严 华严冬 华严清 华严清就是一个 正法 顿教 顿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怎么讲法呢 这个 普通叫那个 顿手啊 古人家 这些 拜拜 我们 佛家讲这个 也是 顶礼啦 师傅的这个 给人家叫顿手啊 顿手就是把这个 拜下去 这个头啊 放在地上 挺顿一下 那个根子 顿教 这个 再呢 就是 建教 建就是 逐渐逐渐的 由前入身的 这个建 还有这个 秘密教 所谓秘密是什么呢 比如说 释迦牟尼佛 在讲法的时候 同样的一个 一个声音 讲的一个 一个法 在听的人呢 彼此 不知道 他不知道 你在听什么 你不知道 他在听什么 互不相知的 叫秘密教 还有这个 不定的 不能说出一定的 所谓不定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 讲那个法 很浅精的 你的根基好吧 听到领悟力 很好吧 听的是身法 大法 他讲的是 小法啦 小乘法 你跟你好的人 听的是 大乘法 诶 佛在讲 大乘法呢 听的人呢 领悟力不好 他把听成一个 小乘法出来了 所以同一个法门呢 不定的 这个不定的法 所以这 画 这个画仪呢 有这四种的 这个 一种意识 所谓一致啊 佛这个一代 这个 讲 这个教化 这个 他这个 你比如说 第一次 首先讲这个 叫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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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法》 讲那个《华严》 《华严经》 《华严经》 讲完之后啊 然后就是讲这个 《四流汗经》 《四流汗经》 然后再讲《方顿》 再讲这个《博如》 这都是啊 这个《尖》呢 由前 由出到中到后 这个是 《逐经》 《逐经》的引导啊 那么这个 《秘密不定》 不必说它 最后讲这个 这个《法华经》 《法华经》 再归入到这个 《顿法》去 那么这叫做 《义识》 在这个 《四个画仪》当中呢 《顿》是最高的 在《四个画法》当中呢 是《原教》是最高的 那么我们这个 《阿弥陀经》啊 它是属于 《原遁法门》 换句话 最高的《法门》 那么这是 《原遁教》 《原是原荣》的 《遁》呢 就是刚才讲的《遁》 是为了说这个字啊 让大家了解这个字啊 这《遁》就是 一下就了解了 这叫《遁》啊 这个就是特别快的 《遁》有见识相对的啊 那么即使这个 《原遁》的这个《法门》呢 要普通的《法》来讲的话 那要识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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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遁》里最强 啊 他这个 要是根基最利的人 要上等智慧的人才能学啊 但是这个又特别了 这个《法门》呢 你看 《三根仆碑》 所谓《三根仆碑》 唯一是什么呢 上等智慧的人 中等智慧的人 你说我们就是中等智慧了 还有呢 不如我们的 下等的智慧人 又不容易了解 讲了多少遍说 他了解一点点 然后一转身又忘记了 这种是下等的呀 哎 他这种下等你得看呢 他也能学这个《法门》 所以说 三种根基都能够学 这个《三根仆碑》 这是其他任何国中啊 任何这个普通的《法门》呢 都办不到的事情 那么这个内容啊 介绍到这里 就是说是介绍完了 介绍完了 为了帮助我们 对这个内容啊 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记忆一个了解 我们记忆了个两点 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 现前的一念心性呢 这一念呢 这一念里面 前面说是 包含这个百戒 前儒啊 那么多 要想成佛 就把这个念头转变 变为纯粹的这个法神 清净的这个法神 但是要到了这种程度 怎么呢 要三大欧僧细节 才能办得到 那么我们这个很简单 就是把三大欧僧细节啊 那么长的时间 修普通法门 有那么长时间 才能成佛 才能成功啊 刚才比如说 我们王上司徒 只凭我们这个 一句佛号啊 这个在念头里边 直接转 这个持续下去 就能成功 所以把这个三大欧僧细节 那么长远的时间呢 把它修小修小 移成这个 这个 严谦这个 当前之一念之中 你看 这是 这是一点 我们记住 我们现在是念佛 佛是 佛的名号 多得很 四方世界的那一个 无穷无尽的 无量无别的那些佛号 多得很 但是我们只要 持这个一句啊 阿弥陀佛 这句佛号 管什么用呢 这个阿弥陀佛 前面讲 他是法界葬身的 他这一 这一个 一尊佛的名 就是代表 一切的佛的名字 所以说我们 持这一句佛名 就等于 持 持放杀式 所有诸佛的名 所有诸佛的名号 得功德 都集在这 一尊佛 一个红名上面 你看这个多么简单 偶要啊 这个 阿弥陀佛的名号 我们自己的念头 这个一尺名的时候啊 这个 佛的力量 自己的力量 二立法门嘛 在这个一 只要一诸名 二立法门 这个法门就是 这个 大的作用就显示出来 我们能够在 短了那几十年 能够 聊无事以来 这个生死问题 就凭这个 今天我们 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次就 就开始 正式讲 三一的人 以及正式讲经文了